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变化桃 原来是你 我们被你吓了一大跳 爸爸 为什么跳绳猫猫呢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掌握和技术动作 掌握了要领再加上练习就能跳得更好了 来 看我的 爸爸跳得真好 过来 变化桃 爸爸现在来教你 看 跳绳的时候 两只手要抓紧跳绳的两端 先将跳绳放在身后 摇起跳绳向身前 当跳绳到身前快要接触地面的一刹那 双脚跳起 记住 手摇跳绳的时候是连续的 不能间断 除非双脚没有跳过去 双脚落地的时候也要轻一些 对 否则容易伤到膝盖和脚踝 好 妈妈 你会跳绳吗 妈妈可能还跳得没你好 棉花桃 现在你知道你觉得跳绳难是遗传谁了吧 为什么问我会不会跳绳 有原理要举行跳绳比赛 我们都要跳 最后每个班级跳了多少算在一起 最多的就是第一名 所以我不想影响班级的成绩 太丢人了 没关系 多多练习 很快你就能跳得很好了 可是妈妈怎么办 这次还有和爸爸妈妈一起跳绳的比赛 我也要跳 好了 我正式宣布跳绳习训班今晚开始 我来做你们的教练 我是真的要学吗 你也知道我的运动细胞没那么发达 既然有亲子跳绳比赛 棉花桃肯定希望我们参加 如果你不跳 她会很失望的 说的倒是很有道理 也不知道这么短的时间内不能跳好吗 作为棉花桃的妈妈可不能这么轻易认输 你可以给棉花桃做个榜样 这样棉花桃遇到困难才不会轻易放弃 对吧 向左看 去 书役 立正 既然是集训 那么就不能偷懒 一定要完成训练任务 你爸爸现在看起来好像军官 而不是教练 云朵同志 不许窃窃私语 爸爸 什么叫窃窃私语 应该是不许交头接耳 什么叫交头接耳 云朵同志 严肃点 现在开始 累死我了 还是吃西瓜好 云朵妈妈哪里去了 云朵妈妈 快出来练习 来了 云朵妈妈快出来练习 云朵妈妈快来 我们一起跳吧 好 云朵妈妈 棉花糖 对不起 妈妈今天跳得不好 妈妈 你今天偷懒了 被你发现了 对不起 可我真的想让你们一起参加跳赏比赛 好吧 妈妈答应你 一定好好练习 再也不偷懒了 到时候咱们一家三口一起去 真的 妈妈说话要算话 拉钩 一百年不起变 谢谢爸爸 爸爸辛苦了 爸爸要谢谢你们这么努力的练习 一家人一起练习 这是爸爸最快乐的时间 一点都不辛苦 爸爸和你们在一起是最幸福的 温暖的毛毛熊 快来看 本店新进的毛毛熊造型可爱 功能神奇 怎么就是卖不出去 看来 好可爱的毛毛熊玩具 又软又舒适 对 你愿意把毛毛熊买回家吗 我愿意 不可以 家里的玩具已经够多的了 可是他真的好可爱 光可爱有什么用 我们以后要多买有用的东西 有用 这可不是普通的玩具 它有很多神奇的功能 它有什么功能 我也是听厂家说的 它的功能我还没搞明白 毛熊竟然也不知道 刚刚经你提醒 我想明白 自己都没搞清楚它的功能 怎么会卖出去 毛叔 不如让我来帮你卖掉毛毛熊玩具 可以吗 云朵妈妈 当然可以 好极了 正好我出去一趟 这里就麻烦你们帮我看管了 没问题 这里就交给我们 谢谢 云朵妈妈 我们要在毛叔回来之前将毛毛熊全部卖掉 好 那现在我呢 毛叔说它有很多功能 我先研究研究 是个隐藏的存钱罐 棉花棠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帮毛叔卖玩具 什么玩具 这样的玩具我家里有好多 它有什么亮点 它的亮点就是会变魔术 魔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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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奇的毛毛熊 请帮我把硬币变消失 变 真的不见了 哪里是毛毛熊会变魔术 硬币又回来了 小苹果 难道你也会变魔术吗 根本就没有魔术 根本就没有魔术 刚才棉花糖就是把硬币放在这里面的 这 这种玩具我也有好多 我们先走咯 没想到被小苹果看穿了 没卖出去 多有一个好玩具 多有一个好玩具 云朵妈妈 你的这个主意真棒 大家肯定喜欢毛毛熊为保护小白兔和狡猾的狐狸勇敢战斗的故事 这样算就来买我们的玩具了 棉花糖 你要好好表演小白兔 各位小朋友们 欢迎收看我和棉花糖带来的故事剧表演 在一片茂密的森林里 有一只小白兔 还有一只狡猾的狐狸 小白兔经常遭到狐狸的欺负 直到有一次小白兔受欺负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一只大灰熊 大灰熊强壮有力 一巴掌就将狐狸打倒了 就这样 大灰熊和小白又成为了好朋友 故事讲完了 小朋友们 有没有被大灰熊的勇敢感动呢 如果想和大灰熊做朋友 快快联系我们 我们这里有好多只大灰熊 有人购买了 他们都退出了 一个购买的都没有 真奇怪 表演得很好 怎么会这样 看来他们不喜欢在直播时间打广告 毛鼠马上就回来了 后面一个毛毛熊也没有迈出去 这回要让毛鼠失望了 不要伤心 我们尽力就好 停电了 整天商品街都停电了 棉花堂 毛鼠的店里有手电筒吗 我去找找 毛毛手电筒会在哪里呢 什么在发光 阿师妈毛熊 毛毛熊会发光 怎么停电了 店里的手电筒刚断货 毛鼠回来了 我和妈妈要买一个毛毛熊 停电了 不是应该买手电筒吗 前两天收电筒就断货了 还没来得及捕货 毛鼠 这毛毛熊除了能存钱 还能当夜光灯呢 会发光的毛毛熊 我要买一个 我也要一个 还有我 太好了 云朵妈妈 我们的目标完成了 棉花堂 这毛毛熊送给你和云朵妈妈 路上注意安全 毛毛熊那么有用 我们自然应该自己买